回到新聞時間 啟德郵輪碼頭下個月中會有第二手郵輪到訪 碼頭營運商說到明年年底有三十幾艘船停泊 沒有船騎時會舉辦展覽活動善用場地 有區議員說 目前只有規劃一條來往九龍灣和碼頭的小巴線 批評交通配道不足 啟德郵輪碼頭工程進入最後階段 外牆天幕安裝接近完成 下個月中會迎接第二手郵輪 但是之前已經舉辦多場展覽 包括兩間汽車生產商的業內車展 營運商說未來三年平均每個月 有郵輪停泊的日子少過一個星期 為了善用場地和設施會多些攪展覽 沒有郵輪泊在這裡我們都會辦多些活動 既然有這麼多展覽商對碼頭有興趣 既然我們還未開放已經要辦三個展覽 我們覺得可以好好利用這個地方 難得有這麼大一個地方有外港的美景做背景 碼頭營運商亦都說按照暫時計劃 由碼頭正式開放10月中到明年年尾 會有32班郵輪停泊 而他們亦都已經和台灣方面簽訂合作意向書 期望可以吸引更多的郵輪公司 用台灣和香港作為他們的目的地 6月中碼頭接待第一手郵輪的時候 交通安排曾經出現混亂 營運商說吸取上次教訓 會和各個政府部門做彩排 而碼頭其他設施 空中花園平台和零售店鋪 亦都會在10月之後陸續向市民開放 9月尾會有一條專線小巴路線開通 來往港鐵九龍灣站和碼頭 但有區議員就認為交通配套不夠 因為一輛小巴是16座位 一個小時才只有四至五班車 你可以想像一百人都帶不進去這個地方 這個郵輪碼頭距離我們觀航 真的應該300米距離都沒有 如果能夠直接步行甚至車行 都能夠很方便來到我們觀航 他建議當局參考新加坡或台灣高雄 打造港灣旅遊區 將碼頭附近的地區 例如鯉魚門等的景點一起發展 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報道 在清協室 我會在一起